北京时间9月30日,中超联赛第24轮全部战罢,事关保极的两场比赛,贵州横峰一比零击白天津开打,重庆四位各场三比零击白天津全线,半轮比赛后三名全部赢球,中超保极局面更为复杂。 全线和泰达处于危险的位置,鲁能一比一占平人和,积分追平国安,依靠胜负关系的优势排名第三。 从现在的局面看,上岗和恒大争冠已成定局,鲁能和国安争第三,而保极区的球队数量在增加。 在29日的比赛中,上岗客场一比零击败国安,送给国安再计三连百,拉开十分差距,恒大三比零击败大连一帮,拿到三分后紧追上岗,上岗和恒大有四分的差距。 在还剩六轮的情况下,两队的争冠依然很激烈,就在9月30日,足协又发布最新的U23新政,这对未来的争冠走势,也会带来直接的影响。 国安输球,鲁能也没能赢球,面对人和,鲁能一比一战停对手,只拿到一分,几分榜上鲁能和国安都是45分,鲁能以征负关系的优势排名第三位,未来,鲁能和国安将争夺第三的位置,同时还要再逐渐被争冠,保极区的角逐更为激烈,河南建业在换帅后2比0祭拜河北华下,拿到宝贵的三分, 吹响保极的号角,在30日的比赛中,重庆和贵州也都赢球,重庆克场3比0击败全线,费尔南都和卡尔德克成为关键,重庆赢球后积分达到24分,距离全线只有3分,的差距,贵州1比0击败太达,取得两连胜后,积分也达到了18分,依然还有保极的希望,太达的积分停留在27分, 暴击的危险增加,从现在的情况看,太达和全剑处于相对危险的位置,他们的连续不少给了追赶者机会,建业和重庆都有不错的发挥,未来他们或许会给天津双雄更大的威胁, 其余比赛中,神花3比1击败负力,积分达到30分,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,苏宁5比2击败要开后,第5的排名更为稳妥,是首榜上,排名前世卫的球员里,伊哈洛·塔尔德利取得进球,而重庆的卡尔德克沙进前时,无类依然处于领跑的位置,未来他还面临更激烈的考验。 感谢观看